大家好 我是Tim哥 晚安 安安 我們今天要幹嘛 我們要去找阿輝 為什麼要找阿輝 因為他帳號被到 我們要關懷他 所以我們兩個一路從公司走路到這裡 你覺得累嗎 還滿遠的 但是要關懷我們的鄰居 是不是覺得一定要做 對 早上聽到的時候 覺得他應該很傷心 那我覺得老闆其實關懷阿輝 那你到這邊就可以了 安安上去就好了 蛤 不行啦 這怪怪的耶 我要幫安安撐傘上去了 你只需要幫安門鈴就好了 門鈴就在你旁邊 好啦 我們上去看看他在幹嘛好不好 嗨 怎麼過來 還關懷你 你今天穿貴婦風是怎樣 他今天要拍什麼東西 拍你阿 關懷你最近 有沒有葉白髮 有沒有哭 酸掉眼淚 我如果之前有絲毫 對於Tim哥被到的帳號 稍微一點點的幸災樂禍 這就是他媽的報應 我們在去年有一支影片 他就有笑我 把那影片截出來給他看 我應該沒有笑你 我應該是很關心你吧 你如果之前就有用的話 你去年生日不會被到帳號了 你為什麼來這邊 你應該算比大部人順利吧 很快的耶 畢竟我跟你說 因為昨天晚上真的很感動 畢竟一個70多萬訂閱的YouTuber 你知道嗎 在幫我填表單 你說他還弄到兩三點才對 應該有 你先帶一下安安導航一下他家 我是很亂啊不要這樣 他想要看貓 誰要看你 他想說 大家來都落床上去 喔 看貓 哈囉大家 影片看到這邊還沒有追蹤訂閱我們的粉絲朋友 可以幫我按下訂閱跟追蹤 也可以加入我們的會員頻道 看更多肉網花秀喔 好 來 我們現在回來了 來來你講一下 到底為什麼帳號被到的 巧思說 我覺得我有點有趣 是因為其實那時候被到的 你沒有百分之百確定是哪一個事情發生的 我大概也百分之百確定是哪一個事情發生的 簡單講算是詐騙 而且他不是單純發信來而已 他是發信來 然後用英文寫 他是一個遊戲公司 然後要跟我合作邀告 而且他經過 因為我經紀人嘛 所以他經紀人是來回好幾封信之後 有時候合作細節 然後他才發一個斯文版遊戲給我 然後他出現錯誤 然後當天晚上 我覺得他攻擊的時間都會抓 我們正常人可能睡覺的時間 我兩年前我被攻擊的時候是 早上六點 我好像好一點我大概是十一點半 所以你是因為可能是一個 要合作的案子 然後結果 來回玩以後 他是透過這個方式 給你連結 不知道是不是刻意了 因為老實說 這一次這個案子 其實跟預算完全沒有關係 因為單純是這個遊戲 我覺得很巧妙 因為他前陣子 TGN遊戲大賞嘛 他們就有講到一個新遊戲 明年都又會出 十一點非常的match 然後我很想做這個案子 我甚至跟我的緊提師 我也很開心 跟他說我要怎麼拍 我要拍穿越一世界的題材 然後Tim哥演 開車撞我 所以裡面還有我 對你開車撞到我 然後我穿越到一世界 然後全裸蓋報紙出現在遊戲裡面 我到底想好拍這段細節 你可以現在徵求啊 把這個idea能夠有廠商 我自己也蠻適合的 而且你知道我 攝影師在嗆我嗎 我覺得他是 他媽的他就是天才 他說 這個遊戲我找 這一道遊戲我玩 這很有名 這個遊戲怎麼可能找你合作 不是 當你看到英文Email寄給你的時候 你就要懷疑說 怎麼會有國外的廠商看上你 我跟你說 我以前就有發過信 我很少被詐騙的原因 因為我英文信都看不懂 欸 遊戲的標題跟訓件 作品名稱 欸我看得懂 我看得寄得比誰要清楚欸 所以你就是因為 這一個事件 點了連結以後 所以我跟你說 那程式其實中間還有一些 我如果事後諸葛回去看的話 他有很多漏洞 例如他信記來說 他連結跟程式 不直接放在信件裡面 他附一個PDF檔 然後連結檔案是有 壓縮檔上壓縮包的 而且我跟你說 超好笑的 他第一次寄來檔案裡面連結 是壞的 是Drawbox 我後來想到 這個應該是他的木馬 被Drawbox判別 Drawbox刪除了 我還請經紀人去聯絡說 欸他這個程式是有問題 他還重寄了給我 所以你是不是因為 這個遊戲很有名 然後你被沖昏頭了 對因為我很想做這個題材的 我都已經想好了以後 我那天攝影師都想說 我要去別人朋友 旁邊借盆拍 可以拍綠幕去背 然後蓋包子 我們公司的那個棒子勒 我忘了帶 這告訴我你知道什麼嗎 天掉下來案子 不要撿起來 我想告訴你一件事情 當有這種 很有名的遊戲的案子 第一波 絕對不會有我們 然後我跟你說 我經紀人還有講到一個 算是一波盲點喔 因為老實說我們覺得 這種國外案子 所以我叫經紀人報的時候 我們會照正常報價 其實我沒有特別要爭取 而且我後來想到 我經紀人有一個壞習慣 他一起跟對方講 對方沒有覺得奇怪 因為他報價的時候 還跟對方說 二代健保欸 外國人怎麼會知道二代健保 我覺得很好笑的是 阿威剛剛講了 其實Jobos已經把他 第一次擋下來了 阿威還主動 去跟人家再要第二次的連結 那你要知道更蠢了嗎 我經紀人還跟我 第一次介紹新人的時候 他說這個新人是不是看起來很怪怪 我說不會啦 這是很有名的遊戲 怎麼可能會詐騙我 當下這個傻冒 不知道兩天後 陷入慘絕人懷的情況嗎 這個知名遊戲 不會詐騙你沒錯 可是別人會用這個名義來詐騙你 而且我跟你說 他很聰明的是 他不是第一封信 就寄來復健檔案 很多詐騙 像我前一天不知道發什麼 DH有詐騙什麼 他們都是第一封信 就附一個檔案 他沒有欸 他跟我經紀人 來回了六七封信 就是他很耐心的 就像一般的我們商案洽談 他連說 內容要怎麼樣曝光 他只需要試玩的內容 然後好壞都可以講 如果他這個詐騙 因為我真的覺得他蠻專業的 好那我想告訴你一件事 所有的詐騙 其實都是心思很縮密 為什麼說呢 因為我的兩年前那時候 我的頻道被盜 那一個駭客 其實我11月是被盜 他8月就早已駭入 我們家後台的那個足跡 只是他都沒有動 而且他要害我的前一天 他還自己又登錄了一次 就是他都已經預謀好 他們都算好的 他們要盜你頻道 他絕對不是說 我今天就馬上要盜你 絕對沒有 他絕對都會有一些醞釀情 而且真的是 昨天半夜出事嘛 感謝Tim哥說幫忙 有70多萬人幫我填表單 然後你大概一兩點點完對不對 對對對 其實我跟你說好像早上七點 都不用睡覺不用吃飯 完全沒有疲累感 大概就是 因為老實說頻道是一件事情 我現在頻道還是還在處理 因為我連帶是我的Google帳號 他其實是改我的Google帳號登錄 所以安安有一個問題要問 這問題可能就是比較 心理層面的對不對 好 這件事情知道你心情怎麼樣 會起伏超大的吧 我跟你說其實到中午前 因為其實我們今天那個 Google窗口功能師幫我們處理 我覺得我搞不好我算非常非常快 我跟你說快崩潰的時候 其實是就是帳號救回來的時候 我跟你說人整個人 就像沒有力一樣 因為是精神緊繃到後來 第一階段你大概 基本上比較鬆弛 我跟你說我到大概11點左右 我才突然困意起來 然後肚子開始餓了 其實我已經大概十幾個頭 沒有睡沒有吃 但你 你知道一件事嗎 他打電話來求救的時候 我在我家最會做什麼事情 而且做很久 答對了 我那時候就蹲在廁所 然後就接到有一個流胖胖的 就打給我 聽哥出事了 我說到底什麼事情 然後一講完 我就蹲在馬桶上面 把他要的事情全部處理完 然後我還順便去問了我的Youtube 有一個輔導的經理 我還跟我們經理講這件事情 然後同時 他還驚動了我老婆 還有我的助理 我們的速度 都比他的廣告代理商還來得快 還來得積極 可以這麼說嗎 積極嗎 都想兩問 而且現在心情我比較好一點 因為我那時候 我有跟你講說其實你不用太擔心 我是覺得其實當下 不太能接受這個 你知道嗎 畢竟 跑到之前黃明志被盜 或是Tim哥被盜 我是覺得50萬被盜 跟5萬被盜的事情是不一樣的 我想說我們這種nobody 不好意思喔 其實有不到1萬也不是被盜 我覺得他們其實有點 我老實說 我可能後續我還在去做一些功課 後續第一 再跟大家拍影片應該是 先告訴大家做一下欄中去買 後續我應該還是追一下 因為我比較好奇的是 他們的獲利模式到底是什麼 因為他其實也不發勒索性 他們就是用我們頻道做非法直播 就真的有收益嗎 而且你知道一件事情 你在當下被盜的同時 我好多的粉絲 在我們昨天的影片下面留言說 可以先關心一下你的鄰居嗎 可以去關心阿輝嗎 你可不可以趕快去關心他 你不要再拍影片 有啦有啦有啦 每一個人都這樣 連我們的頻道粉絲都很關心他 所以說今天不是有粉絲好心 就是我在你拍片 其實我們互相fit一個是 真的沒那麼多時間拍影片 所以都互相fit 是一件事情 再來是其實大家朋友也是互相棒 而且今天竟然連安安都很擔心 你說想要一起過來 他很主動的說 我也要來 他可能一直能關心我人 只是我們大部分在公司 碰到他不好意思講 各位他現在會講幹話 表示他已經心情已經平衡了 沒有啦我現在youtube頻道 其實還是被刪除狀態阿 其實還沒好啦 因為接下來 還是有一定的流程在跑 對其實目前還有一個流程 就是說他的youtube頻道 接下來因為會違法直播 所以會違反社群規定 已經被刪除了 對那所以變成被停權 那這個時候你還是要請google幫你處理 那你恢復以後 就可以開始去整理一些 短時間可能還是會受影響 那你的影片都還在嗎 還在其實我跟你說 是我的助理還一直都可以進影片頻道 只是我們當下 我們也不敢做太多出格的事情 老實說啦我覺得 你頻道被盜 雖然你的經紀人是管理者 但管理者沒有辦法去刪除 是擁有者的權限 連降等級都不行 也都完全都不行 所以我當下一直跟你說 我們趕快先把表格完成這種 對其他 之後再說 而且這個表格真的很困難 是因為有些資訊 你如果沒有填過 你真的不知道第一次不知道怎麼填 這樣講 那個表格就是讓你youtube的工作人員 可以儘快 你可能很有名 但是他可能真的不認識你 他經過你填這些資料 他可以儘快的確認你是本人 然後再幫你做帳號的處理 我覺得這是很確定的 所以我們像歐倫有說 Tim哥之前碰過 他這次幫你刀我 下次劉胖哥被盜 欸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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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想問一下就是 你的電腦有 過完狂磨卵鐵嗎 有 其實這個技術問有到時候在說 他其實這東西叫尋尋解持 這樣講他就是 到你電腦瀏覽器 已經登入好的狀態 去做偽裝 那個詳細的專業 反正 你現在已經頻道快要恢復了 對不對 但是呢 還有一件事情不會那麼快恢復 我一定要告訴你 就是頻道的那個名稱 你改了 但是有些人在搜尋你的時候 那個名字 還沒有辦法馬上就可以轉換 到你的原本樣子 你可能會一週到兩週 所以一週到兩週我叫特斯拉 我被盜視開特斯拉直播 特斯拉直播很好欸 我那時候盜我的呢 是什麼 是不是也蠻有趣 就是我們應該要研究一下 這個東西的獲利模式到底是什麼 因為它沒有實際上的獲利來源對不對 到時候你帶你的那個頻道來說 欸他又嘆氣了欸 但是我跟各位講的一件事情就是 最重要的是 第一個 你的Google的帳號 一定要設哪一點的密碼 兩階段認證 他雖然繞過了 但是兩階段認證還是要設 我跟大家說 我剛剛講的那些你還是要用 而且老實說 當下其實我在被盜的時候 我的手機第一時間就彈出來 我被登出了 其實老實說那時候有機會 可以用二階段認證就回來 因為它是一個個改 那你知道當下一個阿呆怎麼樣 哪一個阿呆你跟我說 有 怎麼樣你跟大家講 我很緊張拿出我的金鑰要插去 因為它是用實體金鑰的硬體 然後咧 抖抖抖 它掉地上 然後地上太亂 我跟牛胖兩個在地上找五分鐘 所以他站在五分鐘內 他就繞過了 然後當下也是 我真的不知道是不是 刻意還是剛好 他是挑的時間 我經紀人剛好也從我辦公室離開 所以他趕快開車 要不然他其實他也有我的主帳號的權限 好啦所以各位 該做的一定要做 然後呢就是 如果你現在你是YouTuber的話 我建議你們 在你們的Google的帳號 登錄進去以後 你去看一下你的安全性 那邊可以看到說 你目前登錄的電腦有哪一些 如果有一些是你沒有看過的 立即把它登出 這也很重要好不好 大家還是要保護一下自己 那今天阿輝恭喜你 不到24小時就躲回帳號了 人總是要這樣經歷了 現在是跟Tim哥跟黃明志同等級 拜拜 拜拜